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习拜会要登场了 这个是11月15号登场 习主席14号 17号到美国就义山举行了 相关的会晤 然后同时也会参加 APAC的第30次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 然后呢中国大陆说 要阐述中国深化亚太合作 促进区域跟世界经济成长的重要主张 美国这边说要谈什么呢 谈安全经贸人权 好重申美国对台湾政策立场 呼吁中国大陆不要介入台湾跟美国的选举 然后还说一个中国的政策呢 是不变的 不支持台湾独立 牛谭琴提到说啊 这个呢是有一个很大的意涵 也就是呢 这是美国单独发出的邀请 那希望中美专门的会晤 不是只是借着APAC的峰会 然后当然科技战啊 巴以的问题 台湾问题重中之重 另外呢德国的时报周刊说 台湾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妥协空间 所以这次也不用抱过多的期待 然后南华早报也说啊 其实啊会承诺禁止人工智慧AI呢 这使用在无人机这些相关的方面 然后中美现在风货 那个感觉真的是有一些要谈了 比如说何立峰跟叶伦谈了4个小时 真的不能脱钩啊 还有呢 事不宜无影你要不要做到啊 还有来看到 好多人想要跟习主席见面啊 说呢这个呢 跟习主席同台啊 要一个餐会啊 要2000美元 如果说要跟他同桌的话 要付4万美元 亮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广控分级多沟通是主轴啦 那其他实质的议题 共同应对应该就是气候变迁的议题啦 因为美国是人均最大嘛 中国大陆是总量最大 那这两个国家如果不带头 那全球气候变迁就没指望啦 对 但是那个John Kerry说 中国大陆在气候变迁这件事情是完整的 是 因为美国变来变去啊 对 搞不好明天川普上来又没了 对 我总 我坦白说啦就是 因为美国跟中国 他们的那个对话的小组 在各部会大概有一百多个啦 那一般人是界定这一次的见面 叫解冻 那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一个稳定人心的姿态 那我估计会恢复那些沟通对话小组啦 可能各个小组都会陆续恢复 那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那个东盟的防长会议嘛 在印尼 对 那那个张佑霞会去 对 那Austin也会去 是 他们有可能会在那边做初次的对话 我讲的是一对一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 对不对除了美国就重视这个议题 他很重视这个 对不对那其他对话机制应该都会恢复 因为军事是很敏感的 连军事都通的话其实其他 对 可是实质的议题我坦白说啦 这个比如说台湾议题啦 巴以议题啦 然后科技账可不可以减少啦 科技制裁可不可以减少啦 可不可以多买美债啦 我估计都不会有很明确的宣誓啦 因为中华大陆已经找到他的方法啦 中华大陆现在机贸交流 他就找州政府嘛 直接对美国的商界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习近平做了两个象征性的动作 第一个是接见了Bill Gates 然后第二个是接见了Newson 加州州长 加州一个代表商界 科技界 那一个是代表州长 那你也看到中良集团 在10月31号去了Iowa 那做了采购的备忘录 听说是数十亿美元 然后后来上海的进博会 你就看到美国三个州都到了 加州 乔治亚州 还有爱达厚 都去了 农业州 对 都农业州 那中国大陆也象征性的 买啊 买了300万吨的大豆 对 以前都跟巴西买 这次跟美国买啦 没有啦 事实上他一年买上亿吨 所以300万吨其实不多啦 我只是说都在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在说 我跟你州政府交往就可以啦 有实质的交往 那newson我觉得习近平 特别对他释出善意啦 比如说这个气候议题的合作啦 反独芬太宁的合作啦 还有这个那个新人员的合作 我认为都会有进展 那至于联邦政府啊 就看着吧 我难以想象中国大陆 会跟商务部啦 财政部啦 还有我难以想象 跟联邦政府的各部会对接啦 那个大概都是沟通小组 就是政策就继续讨论吧 那中国大陆也不会轻易允诺说 我要买美债 我要买波音 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那美国也没有办法允诺 说啊 我那个科技制裁要减少什么 没有啊 继续啊 我认为没有 对 那可是他会允许 美国的个别科技公司 提出点子啦 然后做个案许可或个案豁免 比如说NVIDIA 对 因为的啊 就是又绕一下啊 那可能高通也要来求救 那就豁免吧 AMD也要啊 之类的 不过事实上 他允许三星跟海力士 无限期豁免 台积电一年豁免 那这也是个案啊 我觉得美国还是 因为要选举你不敢用一个大政策 通盘性的减低制裁规模 因为他被共和党骂 对 所以他就用个案处理 这坦白讲这个 因为这个政府本来就蛮无能的 我也没办法 那贸易战 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把它视为 这不是该谈的问题吗 是你减我就减嘛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 他会跟叶伦说 拜托你减好不好 我觉得也不会 你不减我也不减啊 看谁撑得住啊 对 我的意思说他不会视作啦 对 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视作啦 就说都已经到这个局面了 那这个2022年 你跟我的贸易顺差还是在增加 对 6900亿 那你就自己决定吧 我觉得他在 坦白说啦 这个外界做了很多文章 我也看到预言谈天做了一大堆 可是我认为基本上 美国就是都会跟你谈 可是因为你去看嘛 那个王毅跟布林肯谈了两次 也都谈了很久啊 有进展吗 布林肯这次去中国大陆10个小时 是啊 所以我说有进展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10个小时 那这个议题更具体 所以我倒没有那么乐观啦 就是说会有很明显的成果报告 两个人沟通之后 那双方就各弄个清单说 我们的成果如下 我觉得不至于啦 可是给人家感觉就是 你们还是恢复沟通了 那两个大国都负责任 做了对话交流 然后沟通意见 那斗而不破 稳住国际的人心 所以大家就回去好好再继续发展吧 大概是这样 好 这个中美斗而不破 当然也很重要 因为这牵动全世界的一个格局 我想问一下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呢 第一个是说 最近美国很多的沟通的确是动了起来 比如说何立峰跟叶伦 谈了10个小时 管控分歧 多沟通 重塑关系 不脱钩 共同应对挑战这三个共识 然后呢 韩正也说了 中美高层接触 真的两国关系改善 是正面的预期 谢峰也说了 世界都走出疫情了 中美关系也要走出困境好吗 美国前国务卿 Hillary就说了 这次会晤会是一个试图重启关系 打开某种局面的极佳的机会 另外再来看到 当然美国你到底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你之前一直 大陆说你有四不一无意 不寻求跟中国大陆打冷战 改变中国体制 然后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你都不会这样 不支持台独 也无意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 然后接着你又加码 叫五不四无意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无意跟中国大陆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历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大陆 那你这样的做法的话 你有真的落到实处吗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好多人 都想要及得见习主席 比如说这次重点是在商业的部分 民间的部分 习主席这一次爱荷华的老朋友 难得说也会跟他同台 那倩姐你怎么看 这个相关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每一次去 都有一个非常人性的这种故事 包含他很年轻的时候去爱荷华 我觉得他的老朋友很可爱 说我们只是平常人 那居然会想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开场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它跟前一段日子的 整个氛围比起来呢 我们就借用穆迪 惠玉 或者S&P的那种凭准标准的话呢 过去两边的关系 不管你要放在A B或C呢 它都是负向的 negative往负向走 那这一次呢的确是有一个机会呢 把它转到平 就是stable 稳定这里走 从负向的发展到让它稳定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不管你认为两边的关系是A是B是C 但是从负 就是未来的展望 从负转到正或是稳定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难怪那个Hillary 她是以前常常说要什么 reset 对不对 她说我们要重设两边关系的时候 她说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重设关系的 那我们稍微看细一点 这一次去呢第一 无论是大陆的官宣 因为她很晚才发 然后华春莹也有写在她的推特上面 她就说呢是应拜登的邀请 而且呢是先是元首会议 才说去参加APEX30届 所以这个中间的轻重缓急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是你邀请我 我是你国家的客人 是元首会议是最上 那在这元首会议之前呢 非常重要的是你看到 她已经开始有非常绵密的 多层次多主题的小组会议 因此不管她最后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发展 但是毕竟她有各种各样的会前会 那我同意刚才亮哥讲的 我觉得会前会里面 比较多的会有具体的结果的呢 会是从拜登选举以来她就开始说 她第一次选总统她就这么说 她说我们跟中国有很多地方是要合作的 譬如说像这次很简单的气候变迁 碳排放还有海洋议题 这都是要一起去讨论的 才可能共同解决的 这是拜登一向就是认为 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必须要两个大国都要一起来努力 所以多层次多主题的工作小组的会议 做了这么多的会前会 已经是一种春江水暖了 就是两边原来一直很负面的脱钩锻炼 小院高墙彼此的那种制裁的这种情势呢 已经转到平稳 stable 那么这个转变固然是一个大战略的转变 我觉得更大的战略是 美国现在在衡量 它在全世界 所有需要去处理的问题的轻重缓急 我想台湾的观众朋友都记得 1971年忽然之间 季辛吉就去了中国大陆 忽然之间呢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改变 72年我们就离开了联合国 因为那个时候 就美国的冷战思维 就是美苏的竞争中 他们要连中制苏 所以他立刻就改变了他的方向 那现在应该也是跟 在1971年的情况很接近 2023年有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之后呢 美国必须要很快地决定 他在全球的几大州 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可以同时去做军力的投射 而什么地方必须要先稳定下来 当然我们知道乌克兰打了一半 所有的北约的盟友 全部都拖在里面 以色列刚刚开始 而且美国已经把他最精锐的 重中之重全部派出去 所以如果说你要同时开三个战场的话 显然力有不殆 那么三个战场中间 哪一个是只要你展现了善意 对方也会以善意回报的呢 当然就是亚洲的战场 这个亚洲的战场本来就是美国挑起的 要跟中国大陆去脱钩锻炼 也是美国的主导 那中国大陆一直都是说 我们世界很大 可以有两个大的国家 并且在这一段时间中间 都是维系着国际秩序 接受着WTO的一切的游戏规则 联合国一切的游戏规则 所以如果美国能够转念一想的话 那么他亚洲的战局是最容易控制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他挑起的 只要他不再继续的不断的挑衅 所以很显然的这一段时间 你到最后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美国转念 而且美国转念了以后 用各种的方式 包含了叶伦 何立峰 所以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去讲 比如说你的美债 你可以去讨论经济 贸易 每个都可以一点一点讲 但是最重要的概念是 美国在此时此刻 必须把中国视为它的至少 是一个竞争的对手 而绝对不是一个竞争的敌手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